哎呀那咱们要说这个深度学习啊 好像一步跳到深度学习有些难 咱们先来做这样一个过度的操作 建议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法 叫做一个K近林算法 K近林算法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说我现在有一个点 比方说这个绿色点 绿色点进来之后他比较懵逼 他不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别的 所以说呢他就看了一下他的周围 他离谁比较近 我们看假设说我这个K近林 当我这个K值等于3的时候 我这个圆圈点就会看一下在他的周围啊 那三个点都是什么 这回他观测出来了 旁边的三个点有两个是三角 一个是方块吧 那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有两个三角一个方块 那是不是三角比较多呀 我就说当前这个圆圈 它是属于一个三角的 那当我一个K进行变化的时候呢 假设说我K等于5 给它稍微再变化一下 K等于5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K等于5的时候 我们看周围五个点 是有三个方框两个三角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当前这个圆圈 它是属于方框这个类别的 也就是说呢 在K近林这个算法当中啊 其实咱们可以通过指定一个K值 去看一下当前一个类 当前一个物体啊 离谁比较近 离谁近的越多 我们就说它是等于谁的 这个算法 其实从脸角来说啊 它是非常简单的 流程什么呀 对于这样一个K的问题 流程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计算一下 当前这个点到数据集当中 所有点的一个距离吧 然后第二步 把这样一个距离进行一个排序 然后我们不是指定了 这样一个K值吗 选择距离最小的K个点 选择完最小的K个点之后 我去看一下 在K个点当中啊 出现了三角几个 出现了方框几个 返回那样一个频率最高的 作为咱们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吧 可以说啊 这个K近林算法简直太简单了 那么其实来说呢 它这么简单 它有没有存在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算法本身是很简单的 但是呢 它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训练 可以直接拿它来进行测试了 我们看刚才咱们拿那个绿色的小圆圈 进行分类任务的时候 我说了 我说我要把这个圆圈 做什么样的变换吗 没去训练一个分类器吧 咱们直接拿来就进行一个预测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这个K近林算法 其实呢 它是不需要使用任何训练机 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训练的 那它一个训练的复杂度 就是为零了吧 因为它没有进行一个训练的操作 但是呢 出来混啊 早晚是要还的 它的一个分类的时候 注意点 它是分类的时候 实际去计算的时候 它的一个计算复杂度 跟什么相关啊 是跟咱们训练集当中的一个文档的数目成正比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训练集的个数越大 你的一个计算复杂度就越大了 那么也就是说 假设说咱们现在一个文档总数数N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说 要把当前这个样本跟其他所有样本都进行一个距离的计算 然后再选择其中的几个 那么一旦咱们的一个文档数太庞大的时候 比方说十几万样本 是不是说 每一个样本来了 我都要进行十几万次的比较啊 这样的效率简直太低了 K值的选择啊 K值的选择咱们先不说了 然后咱们现在说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说 现在我拿到了一个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啊 还是蛮经典的一个数据集 也是之后呢 大家可以拿来练手的一个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啊 叫做CIFAR-10 CIFAR数据集啊 给大家简单的形容一下吧 这个数据集它数据的一个样本的个数 还是比较可啊 比较可取的 就是说样本数既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一共呢 是有五万个训练数据 注意点 训练数据有多少 训练数据是有五万个的 然后呢 测试数据有多少 测试数据有一万个的 也就是说 一共有六万个数据 咱们可以拿其中的五万个数据 当成一个训练集 那另外的一个一万个数据 当成这样一个测试集 然后呢 这个CIFAR-10啊 这个杠试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当前这个数据集来说 我们是有10类标签的 分别是啊 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飞机啊 汽车啊 鸟啊 猫啊 还有什么鹿啊 等等啊 就是10类分别比较常见的一个数据集 它的一个 我们看它的一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吧 这个船啊 和汽车啊 和鹿啊 和其他动物啊 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吧 也就是说当前咱们这个数据库啊 有10个类别比较鲜明的数据集 我们要通过这个数据集呢 来去预测一下 当前比如说某一个数据样本输入进来之后 它是属于什么样类别的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 我们来看它的大小是多少 大小是一个32乘以32的 那这个32乘以32 它是大呢 还是小呢 可以说啊 是非常非常小的 为什么这个数据集要这么小啊 一方面 它是为了方便大家进行一个预测的操作 也是说 大家可以很轻松的 就可以把这样一个模型训练出来 因为咱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 是需要把这些数据输入进来的吧 我们把这些数据输入进来之后 这个神经网络呢 就会经过一系列的计算 如果说你当前这个数据啊 它是特别大的 那么你计算的复杂度就非常高了 这个32乘以32 是非常适合大家来把玩的 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很小的计算的代价 就可以把这个分配任务给做出来 所以说呢 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这个CIFAR数据集啊 来进行咱们自己的一个练手的操作的 好 然后啊 咱们要来说这样一件事了 就是说 现在你不是要去计算一个分类任务吗 或者说 咱们要拿K进林去玩这个事 那拿K进林来玩这个事 咱们该怎么样去玩呢 是刚才啊 咱们K进林里边是不是说 我要计算一个距离啊 我们看在这里 我们要先算一下 已知类别数据集当中的一个点 和当前点的一个距离吧 要把这些值给它算出来 那么当咱们在算这些值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 我需要计算一个距离了 计算距离 好像来说 对一个样本数据 比方说 它是一个数值数据 咱们可以很轻松的 就给它计算出来 但是呢 咱们现在的数据是什么 咱们现在的数据是一个矩阵的 或者说它是一个图像啊 对于这样一个图像数据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呢 其实也是可以计算的 假设说啊 咱们现在有一张测试数据啊 就是标个1吧 然后咱们还有一张训练数据 这样一个2 通过这样一个训练 通过一个测试数据和训练数据 我们要算它们之间的一个距离吧 它们之间的距离怎么算呢 很简单 我们让对应像素点进行一个相减吧 我们看 这56是它第一个像素点 这个10是它第二个像素点 我们先让这个56减10 是不是说我就得到了第一个像素点的一个差异值 等于46了 这是第一个像素点的一个差异值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对于每一个像素点 我都可以计算出来这样一个差异值 那么最终呢 我把所有的差异值给它求一个累加核 就是说把最终结果再加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咱们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操作 来完成这样一个求累加核的计算过程的 那么咱们想一想 这么做可不可能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好像来说啊 咱们现在去做一个预测 算一个距离 显得有点太简单了 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 它的一个效果会好吗 或者说它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呢 大家不妨先可以自己来思考一下 一会儿呢 咱们就来再来揭开这个谜底 那么咱们先来说这样一个测试的效果啊 就是说假设说我一个卡车来了 我通过刚才那个方法去算了一个距离 然后呢找出几张图像 跟它距离最近的 我们来看一下 跟它最近是什么 第一个左边是一个车啊 跟它最近是什么 跟它最近的是一个马 有是马有是车 有的比较相似 有的不是相似吧 后面还有船 把船都放出来了 那我说这个船和这个车能属于一个类别吗 显然是不能属于一个类别的吧 所以说对于咱们当前用这样一种K进顶 和咱们刚才用矩阵计算这样一个差异值 咱们就要去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K进顶不需要进行一个训练操作啊 所以说呢在这里 我们直接把这个X和Y把数据拿出来就可以了 在预测的时候呢 我们要算这样一个东西 先去进行一个復旋环嘛 因为咱们要把每一张图像 跟其他所有的图像都进行这样一个对比 所以说咱们要把当前的图像 跟其他所有图像都进行一个距离的计算 这里在一个复旋环点 咱们计算了一个DCT3 然后在DCT4里边 我们算了一个最小值 求这样一个Argmin 最后呢 我们返回最小值的一个平均结果就可以了吧 最近里非常非常简单 可以说